大家好 我是子倩醫師 現在很多女生其實都很注重自己的身材的保養 所以有開始有運動習慣 會上健身房的女性越來越多 甚至很多來諮詢的一些女性的客人 她們甚至都是健身教練 那她們就會問我一個問題說 子倩醫師 我聽說 易乳放在胸大肌下面 在運動的時候 易乳會有不正常的一些動作或是移動 在這邊我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乳腺組織 女性乳房的乳腺組織 那乳性乳房的乳腺組織下面是胸大肌 胸大肌的上面有一個胸大肌的筋膜 那很多的東方女生 因為我們的上胸太過於單薄 所以我們會把易乳放在胸大肌下面 這樣子可以增加易乳上面覆蓋的組織量 可以讓整個熔乳之後的胸型比較自然 那上胸比較飽滿也比較不會有球感 那因為畢竟我們真實的乳房 並不是長在肌肉下面 所以當我們的易乳放在這個胸大肌下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像當肌肉收縮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有一點被往外擠的感覺 那當然這個到底明不明顯 這個就是要關乎說你的肌肉的強壯程度 跟你練的程度 那一般女生做一些輕微重訓 甚至只是核心肌群的訓練的話 其實不會很明顯的有這種 胸部往外移動的感覺 只是說如果真的是健身教練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把這個問題納入考量 就是說他們因為他們練得比較輕 所以他們的肌肉比較強壯 所以他們在動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明顯的 易乳有被往外推的情況 但是因為同樣的這樣子的健身的族群 他們的體脂肪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他們如果放在胸大肌的前面 就是所謂的筋膜下 他們的球感會比較重 那所以現在摩滴的上市 其實也是幫助了這些人 因為以往我們放在胸大肌下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在胸大肌下的這個地方的放置 會讓我們的夾膜卵素率 其實是比在筋膜下要低的 那針對這個問題 因為摩滴的上市 它的本身的奈米絲綢面的關係 它本身的夾膜卵素率就已經下降很多 所以它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而比較不會有夾膜的困擾 那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它可以放在筋膜下 那如果有一些部分多餘的脂肪的話 可以再補在它上胸的方式 等於是一個複合式的熔乳 那這樣其實是一個更好的一個熔乳的選擇 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許下次我就會針對你的問題 專門拍一個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幫我分享 按讚或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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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